大家好,我是安东 然后今天和大家一起玩一个美国人的BL游戏 这个游戏可以在这个叫Date Night的网站上玩到 然后 现在是网页版 所以需要交20刀来注册和下载这样子 这个游戏呢 是我在一个美国人 好,好酷的音乐 让我们来最大化一下 好,这个游戏呢 是我在美国一个刷BL小黄图的网站上看到的截图 然后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评价 因为其他人的评价说很不错 然后想看一看美国人做BL游戏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吧 UGAME Remember what 你还记得我交给你的东西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继续战斗 好,中二 我会等着你 你要抓紧赶上我呀 弟弟 然后就开始啦 嗯 就是同盟 同盟的剑 Kepler 点一下 好,这位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啦 Hedios 名字叫Hedios I'm finally doing this I'm falling in Valentina 我终于要做这件事情了 我要跟随你的脚步 Valentina 那Valentina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那应该就是她的姐姐吧 就是刚才读白的那一位 啊,有人过来了 诶,小帅哥 嗨,哈喽 你是新来的吧 我们要说什么呢 管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 我们还是好一点吧 当个好人 嗯,对 我要寻找我的 Navigator 我的导航者 你是我的导航者吗 他说不 我已经有一个战士了 我叫Evo What's your task name 你的这个任务的名字是什么 啊,我是Hedios 嗯,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你第一次进入这个Deep Space吗 啊,是的 我 Hey,Evo 出现了一个叫Kine的刺猬头 Kine对Evo说 我们一起上船吧 嗯,沉默 Evo,你到底走不走啊 有点生气的样子 Evo说 嗯,我就是在 呃 我在和一个新的 呃,新的 呵呵呵 我在和一个新来的打招呼 Kine,这位是Hedios Hi,很高兴认识你Kine 看 很不爽的表情 Evo,来吧 Hedios 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Hedios 然后我们当然说没问题啦 当然啦 啊,太好啦 那就希望你能尽快找到自己的这个导航员 See you later OK, I'm doing this Let's go 所以大概 就在这个舰队上每一个fighter都有一个导航员 就像,也像环太平洋那种两个人一起的感觉 这个船不是特别大 所以应该不会太难找到我的导航员 也许这些 也许这个人会知道 不好意思 哦,你好 你是新来的战士吧 嗯,我们的这个指挥官 Hedios 嗯,看到了你的这个成绩之后 觉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说 呃 指挥官嘛 嗯,哎呀 我其实没那么厉害了 第二个是说 哈,现在怎么着也该意识到我了吧 就是第二个是比较骄傲的打法 嗯,但这个就觉得太谦虚了 我们骄傲一点吧 然后这个人说 啊,你这个信心是很足啊 那当然了 嗯,你是要找我闲聊 还是有什么别的事 啊,对 我在寻找我的导航员 他不在那个发射中心 嗯,他说回你的屋子里面去看看吧 如果他先到了的话 他应该会去那里等你 呃,你知道怎么用你的这个datapad 就是这个 呃,算是个数据版 这种 啊,那当然了 当然我知道 好,不好意思 刚才去接了个电话 好,呃,Hedios说 当然我知道了 嗯,那你 那我要先把我自己安顿下来 那你就自己去干吧 那我待会儿见 然后Hedios有一副不太懂的样子说 啊,所以这个pad到底要怎么用呢 所以到底怎么用啊 并没有说明是吗 好 然后他说 好,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果然有人 嗯,那我想咱们就是这个搭档了吧 BGM切入 说是的,你好 我叫Sedan 啊,好可爱的名字 他说,你一定是我的战士了吧 嗯,我很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工作 好,我们现在有三个回答 哈哈哈哈 第一个就是非常花花公子 就是说 哎呀,我怎么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导航员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 非常正 非常正儿八经 就是我是Hedios 很高级认识你 第三个 啊,第三个 非常的差劲 就是说 啊 我本来希望这个人会更厉害的 意思就是说你不够厉害 严肃一点吧 不要一上来就 那个调琴对不对 嗯,我希望我们能够 这个好好相处 Anyway,是在Sedle 那我们应该先安顿下来 好,Intercom在说话 嗯,所有的人员请 准备好发射 然后我们应该就被发射了 嗯,出现了Valentina 我们发现了一艘状态良好的船 Cortero 这是个名词 所有人都很害怕 虽然我们都假装很勇敢的样子 但是我们没什么可 我没什么可担忧的 那为什么要害怕呀 啊 哦,OP 好,让我把音乐打大 i know what I want to do I know I'm not here to appease you I am here to make you mine LINE Give me all of you I take the pleasur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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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take it's more than bad forever I say for every night We can't to fight the worst of battles As long as you stay by my side 好 好像结束了 挺厉害的吗 还有会动的OP 好 这个继续说 请到这个Vivial Room里面来报到 Fadeus 啊 现在换上战斗服 好帅 OK 他说 感觉我和Celine自从来了这边之后 这两星期都是一直在做训练 但这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团队来一起出战的话 我们最好能够先就是建立这个信赖的关系 这和真正的战斗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Celine她非常的 她非常的认真 她一直在很努力的工作 然后我们的这个契合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现在她可以说话 她可以说 哎呀 咱俩真是非常好的搭档啊Celine 第二个人是 You sure are something else? You know that? 就是你很不一样啊 你知道吗? 这个有点意义不明 第三个 第三个还是坏人说的话 就是说你是很努力的想出人头地吧 一种吐槽的意味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个吧 OK I'm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就是说我只是在努力 就是做到最好而已 她脸红了吗? 诶 这是红晕吗? 我很喜欢这样的你 你也脸红了吧? 这个我是说 谢谢 你知道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去这个briefing room里面去报道 这是什么对话啊 You sure are something else? 哇 有很多人在这里 我要先坐下了 她说好 那我先和其他人聊聊天 啊 很聪明嘛 小伙子 她说我没有什么机会和大家这个交流 就是还没有怎么认识人 所以 因为这个training 因为这个训练非常的累 那边是那个脾气不好的刺猬头 嗨 there 你好 你干嘛 呃 我就打个招呼 呃 打完了 很好 结束了吗? 这个人好好玩 他就说 啊 是啊 有点生气的样子 他就说 这人什么毛病 然后 你可以选择 啊 我可以找一个更友善的人聊天 或者是你问一下 旁边那个是什么 看旁边是谁吧 小哥挺有趣的 嗨 你是Demos right 这个什么名字 好奇怪 呃 ok 嗯 别理他 ok 好 哈哈哈 这些人好奇怪 嗯 Fobos 嗯 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指挥官让我们做这个 是啊 我也不知道 嗯 他们在谈话 然后第一个选择是 我就不要管他们 第二个是看一下 他们在说什么 看一下吧 他说 嗯 recon 这个recon 这个人应该做这种 无聊的事情 他说 我们还是在一个中立区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啊 听上去好复杂 就所有的这个星空战士 嗯 都是在这个 战备状态了 我们还 还需要我们吗 这就是我说的呀 我就这个意思啊 哦 然后他们发现我了 Fobos在对我说话 说 嗯 你是找不到你自己的导航员了吗 然后他说 啊 是 不好意思 被发现了 不好意思 那就最好 就不要 不要是 不要干扰他们 那边是Plexis 和Ethos 这都什么名字啊 这是希腊语吗 为什么不好好 就是 好吧 嗯 I wonder what Plexis girl is Who's he looking at 他在看着谁 嗯 他的导航员和Evo 坐在一起 Evo是 对 对 Evo是这个可爱的白发型男孩 Helios在这里 然后这个刺猬头 点一点 然后现在你可以选择 你选择 不管这个刺猬头 我想会说话 就会说话 第二个是说 那我可能不应该和Evo搭话 因为上次和Evo搭话的时候 这个刺猬头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管他呢 我就要说 你气啊 于是我们就过去了 嗨 Evo 你怎么样 他说 挺好的呀 你见到这个 你认识Ethos吗 奇怪的名字一个接一个 不是 我们其实没有见到 他说你是Plexis的这个 导航员吧 Ethos说 是 那好 他和刚才那个人是一对 呃 一对战士 嗯 虽然 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你的事 有种 导航员在一起 就谈论自己的战士 真的吗 你们聊天了吗 然后Ethos说 对呀 就是一般工作的时候会聊 他工作一直很努力 然后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的熟悉 凯普雷的这个系统 哇 我本来以为这个 契合度的这个训练已经够累的了 那没想到我的这个partner 还在这么努力的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Evo问 呃 你会思念怎么样 alright 然后我们三个选择 第一个是很好 谢谢 第二个是说 我其实也有更喜欢的人选 这个不太好吧 第三个是 管你屁事 干嘛这么 当然了 我很喜欢思念啊 我们关系很好啊 啊 那太好了 也非常开心 嗯 啊 他说 对于一些人来说 就一开始 认识你的队友 有可能会比较难 嗯 但是你们两个看上去 是个很好的组合啊 这表情是干嘛 他脸红啊 OK 呃 刺尾头过来了 刺尾头应该是战士 然后刚才那个白发是他的导航员 What's going on here 你在干嘛呢 然后 Evo也有点 不开心的样子 说 Athos和我正在 和Hellios谈话 OK 没事 It's fine 就是说 没事 你冷静一下 然后Kane 有点点 然后Hellios说 嗯 我应该去和我自己的导航员 坐在一起啦 那Athos很nice的说了一句 嗯 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我们也说是的 嗯 我也是 你也是 我也是你 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看到了我们的Celene HeyCelene 嗯 谢谢你给我留了个位置 啊 可以让哟 Celene的意思是 是这个刺尾头 把你赶走了吗 然后Hellios说 是啊 这家伙有什么毛病 我不知道 Evo说她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Killer要开始讲话了 Thank youKiller Hidden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检查 不是指挥官 诶 这个人的发型 好 嗯 大家都坐好 我们都知道 这个 我们 捡起了这艘船 两个月之前捡了一艘船 是一个 被废弃的外星 外星船 不是Cortelon Cortelon好像是个 种族的意思 应该 在这个世界观里的某一个种族 感觉是个不太好的种族 嗯 对 对 然后就说她这个船是来自于一个本来以为是无人居住的一个地区 那我们现在呢就需要简单的调查一下这个船 有三个队 有三个小组 要来 要上船 去做检查 来收集信息 然后Rillion and Edifice 是他们组的名字吧 所以就是这个刺猬头和这个好 这个很 很好 很好说话的Evo 以及我们的主角和Clan 我们两个是要在 船头 然后 收集电脑信息 然后这 哦 这样的人是一组的呀 所以他是个战士还是 还是个导航员 反正他们四个人是要在中间就是搜集信息 差不多 然后最后是这两个人 嗯 他们要带一个就这个Maintainers crew 是保养的那种队伍 然后去看这个船的 功能系统 有引擎这样的 所有人都要准 所有人都要小心 这个 这个让我看上去很简单 然后我希望他能够 进行的很顺利 我希望你们都就是 呃 好好的干活 然后不要 玩来玩去 不要抱怨 不要干别的 就是认真干活 嗯 好 好啦 你们解散吧 那我们 嗯 去换衣服吧 好 啊 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外星种族 他们的一艘船 他们说不定还会非常的友善呢 说不定很有趣呢 这是Clan说的 那我们说啊 嗯 有可能 然后 我们主角觉得很紧张 有可能会出问题 然后他说 你真的觉得他不是Cortelon吗 嗯 他说 不是 说我觉得应该不是 说这个同盟 就一直在和他们作战 而且Cortelon 从来不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那看来应该是一种反派的种族啊 就是和人类对着干那种 那不是的话是什么呢 Clan说 不知道啊 但是我知道Cortelon 不会有这样的船 看上去 就不像是任何我见过的东西 那就是说我也这么觉得 嗯 Clan说你有一个家人 然后去过很外的外太空 Clan又说 嗯 不是特别想说这件事情 现在 啊 然后第一个选项是 是啊 我们应该就抓紧时间换衣服了 你知道吧 就是等于转移话题嘛 然后第二个是 能不能别提这茬 就第二个稍微 稍微凶一点 那Clan那么好 那么凶干嘛 我们选一个好一点的画 Clan说 嗯 你说他有暴力 嗯 I'm ready when you are 你准备好了以后我就好 就这幅截图我是见过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美的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出任务啦 那我们第一期 Starfighter的实况就到此为止啦 嗯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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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